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想咱们再开一个新的课程 什么课程 咱们看我这个标题 Chat.js的课程 或者说叫做Chat.js的入门课程 Chat.js它是一个Java脚本的图形描画工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我的课程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的课程预定大概是分这么十几期的样子 给您专门讲解一下这个Java脚本的括 好 那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它的概要 或者说它的定义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一行描述 我给您念一下 Chat.js 它是一套基于HTML5的Java脚本的画图工具 它可以快速的为您的网站 添加图表的显示功能 换句话说 它是画图的 该怎么画 它都东画什么图 那就是今后咱们的课题 首先我先给您介绍一下 它的官方网站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Go 大家请看 这是Chat.js的官网 大家看这个图表 它就能够画这样的图表 有的朋友说我可以自己画图 我用HTML5 我用Canvas 我可以自己画 您自己是能画 但是用这个工具 就相对的比较简单 你看它给咱提供大量的示例 我准备分一段时间 给您专门讲解一下 这种图看起来很复杂 如果咱们自己实现 会非常的复杂 对不对 但是用这个Chat.js的组件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没有之一 我准备用这么十来七的时间 给您专门讲解一下这个组件 OK 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它的GitHub 因为它是开源的 咱们看一下它的GitHub 好 这个是它GitHub的官网 咱们看一下这个 我看看 往下看看 OK 这是它的 它还通过这个Note.js 通过NPM也能进行安装 OK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的Release 看一下它最新的版本 大家请看 它最新的版本是2.7.2 我这次课程 就准备基于最新版本进行安装 OK 这是它的GitHub 然后大家注意看 这还有一个中文的官网 这我是无意中看到的 那天我准备做课件 就去看 还有个中文官网 赶紧放过来 大家请看 这个是中文的官网 跟刚才的英文的 几乎就一样 有兴趣方法 可以自己去读一下 当然你说我不愿意读 没关系 我给您讲解 我这大概都看过了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 是我说使用版本 我这写的一个 大家请看 是2.7.x 为什么呢 因为当前 咱们刚才看到的是2.7.2 对不对 为什么我写X 因为说 您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可能它的版本更新了 可能是2.7.3 2.7.4 甚至是2.8 3.0 都可能 但是使用方法 几乎都是相同的 对不对 所以我这地方给您写上 一个2.7.x 以示区别 请您注意 OK 那我再说一下 我这套课程 您所具备的基础知识 其实非常简单 看过我这个 NoteJS课程的朋友 肯定都会 首先 Java脚本 没有问题吧 JavaScript 然后还有HTML5 这是咱们必须要掌握 开发网页 同时 CSS3 最好您有所了解 就可以 比如说样式单 我想设置字体 想设置这个字号 想设置这个字体颜色 该怎么做 如果反映成Java脚本对象 该怎么写 您有这个技术知识 就能够学习 当然也没有关系 我会给您通通的讲道 那么再说一下 我这套课程的开发工具 其实和以前的这个 一系列课程 都是完全一样 首先说 我的文本编辑器 推荐这个微软 Microsoft 我把它敲上吧 我这敲上已是 我喜欢这个工具 Microsoft 微软公司出的 这个VoCode 非常非常好用 没有之一 当然了 还有几个其他 也是推荐您使用 在这个MacBook下的朋友 还是推荐使用这两个 也是无所谓 都可以 我是极力推荐这个VSCode 然后浏览器 咱们还是像以前一样 推荐Chrome 然后Firefox和IE的朋友 如果说我不愿意装Chrome 您用下面两个浏览器 也是可以 前两天 我看到一个Chrome的氛围 大概是 全世界占到60几 62%左右 应该是普及率非常的高 但是用IE的朋友 肯定也是有 对不对 所以说 我推荐您Chrome 但是下面这两个 咱们也都支持 没有问题 OK 再说一下我这个课程的视频计划 和以前我做其他课程一样 每个视频咱们只包括一个知识点 然后我每个视频的时间控制在五到十分钟之内 同样我的原代码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然后我的视频 这是我的官网 我会往我的官网上进行更新 同时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同时还会传到B站 供您观看 咱们一起学习 OK 这就是我Chat.js的第一期的视频 从下期开始 咱们正式学习 如何用这个组线库进行画图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